《猎王记》上第一章 大卫王年纪老迈 虽用被遮盖仍不绝暖 所以陈仆对他说 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 使她伺候王 奉养王 睡在王的怀中 好叫我主我王得暖 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 寻得书念的一个童女雅比萨 就带到王那里 这童女极其美貌 她奉养王 伺候王 王却没有与她亲近 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说 我必作王 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 又派五十人在她前头奔走 她父亲素来没有使她忧闷 说你是做什么呢 她沈俊美生在鸭沙龙之后 亚多尼亚与喜卢亚的儿子约亚 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 二人就顺从他帮助他 但祭司萨都 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 先知拿丹誓美利益 并大卫的勇士都不顺从亚多尼亚 一日亚多尼亚在尹罗杰旁索西列磐石那里 载了牛羊肥毒 请他的朱弟兄就是王的重子 并所有做王臣仆的犹大人 唯独先知拿丹和比拿亚并勇士 与他的兄弟索罗门他都没有请 拿丹对索罗门的母亲拔事拔说 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做王了 你没有听见吗 我们的主大卫却不知道 现在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 好保全你和你儿子索罗门的性命 你进去见大卫王 对他说 我主我王啊 你不曾向婢女启示说 你儿子索罗门必接续我做王 坐在我的位上吗 现在亚多尼亚怎么做了王呢 你还与王说话的时候 我也随后进去 证实你的话 八十八进入内室见王 王甚老迈 书念的童女雅比萨正伺候王 八十八向王屈身下拜 王说 你要什么 我主啊 你曾向婢女指着耶和华 你的神起誓说 你儿子索罗门必接续我做王 坐在我的位上 现在 现在亚多尼亚做王了 我主我王却不知道 他宰了许多牛羊 肥毒 请了王的众子和祭司亚比亚他 并元帅约压 唯独王的仆人索罗门 他没有请 我主我王啊 以色列众人的眼目都仰望你 等你小遇他们 在我主我王之后 谁做你的位 若不然 到我主我王与列祖同睡以后 我和我儿子索罗门 必算为罪人了 阿世巴还与王说话的时候 先知拿丹也进来了 有人奏告王 先知拿丹来了 拿丹进到王前 脸浮于地 拿丹说 我主我王 果然应许亚多尼亚说 你必接续我做王 坐在我的位上吗 他接日下去 宰了许多牛羊 肥毒 请了王的众子和军长 并祭司雅比亚他 他们正在亚多尼亚面前吃喝 说 愿亚多尼亚王万岁 唯独我 就是你的仆人和祭司萨都 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 并王的仆人索罗门 他都没有请 这是果然出乎我主我王吗 王却没有告诉仆人们 在我主我王之后 谁做你的位 叫巴士巴来 巴士巴就进来 站在王面前 王启示说 我指着救我性命 脱离一切苦难 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向你启示说 你儿子所罗门 必接许我做王 坐在我的位上 我今日就必照这话而行 于是 于是巴士巴脸浮于地 向王下拜 愿我主大卫王万岁 将祭司萨都 先知拿丹 耶和耶大的儿子 比拿亚召来 他们就都来到王面前 要带领你们主的仆人 使我儿子所罗门 起我的骡子 送他下到鸡讯 在那里 祭司萨都和先知拿丹 要告他做以色列的王 你们也要吹脚 说 愿所罗门王万岁 然后要跟随他上来 使他坐在我的位上 接许我做王 我已立他做 以色列和犹大的君 耶和耶大的儿子 比拿亚对王说 阿们 愿耶和华 我主我王的神 也这样命定 耶和华怎样 与我主我王同在 愿他照样 与所罗门同在 使他的国位 比我主大卫王的国位更大 于是 祭司萨都 先知拿丹 耶和耶大的儿子 比拿亚 和基利提人 比利提人都下去 使所罗门 其大卫王的骡子 将他送到鸡讯 祭司萨都 就从帐幕中 取了成膏油的脚来 用膏 告所罗门 人就吹脚 众民都说 众民跟随他上来 且吹笛 大大欢呼 声音阵地 亚多尼亚和所请的众客 严厌方毕 听见这声音 岳亚听见绞声就说 城中为何有这响声呢 他正说话的时候 祭司雅比亚 他的儿子 约拿丹来了 亚多尼亚对他说 进来吧 你是个中意的人 必是报好信息 约拿丹对亚多尼亚说 我们的主 大魏王 诚然立所罗门为王了 王差遣祭司萨都 先知拿丹 耶和耶大的儿子 比拿亚 和基利提人 比利提人 都去使索罗门 其王的骡子 祭司萨都和先知拿丹 在积训 已经告他做王 众人都从那里 欢呼着上来 声音 使成震动 这就是你们所听见的声音 并且 所罗门登了国位 王的臣仆 也来为我们的主 大魏王 祝福 说 愿王的神 使所罗门的名 比王的名更尊荣 使他的国位 比王的国位更大 王就在床上 屈身下拜 王又说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自我一人 今日坐在我的位上 我也亲眼看见了 亚多尼亚的众客 听见这话 就都惊惧 起来四散 亚多尼亚 惧怕所罗门 就起来 去抓住祭坛的脚 有人告诉所罗门 亚多尼亚 惧怕所罗门王 现在 抓住祭坛的脚 说 愿所罗门王 今日向我启示 必不用刀杀仆人 所罗门说 他若做中意的人 连一根头发 也不致落在地上 他若行恶 必要死亡 于是 所罗门王 差遣人 使亚多尼亚 从坛上下来 他就来向 所罗门王下拜 所罗门对他说 你回家去吧 以福所书 第三章 因此 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 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 替你们祈祷 量弊 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 将关切你们的职份 托付我 用启示 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 正如我以前 略略写过的 你们念了 就能晓得 我深知基督的奥秘 这奥秘 在以前的世代 没有叫人知道 像如今 借着圣灵 启示他的圣使徒 和先知一样 这奥秘 就是外邦人 在基督耶稣里 借着福音 得以同为后寺 同为一体 同蒙应许 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 是赵神的恩赐 这恩赐 是赵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 我本来比众圣徒中 最小的还小 然而 他还赐我这恩典 就我把基督 那测不透的丰富 传给外邦人 又使众人都明白 这历代以来 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 是如何安排的 为要借着教会 使天上执政的 掌权的 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这是赵神从万世以前 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 所定的旨意 我们因信耶稣 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 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 所以 我求你们不要因我 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 这原是你们的荣耀 因此 我在父面前屈膝 天上地上的各家 都是从他得名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 是何等肠阔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了你们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但愿他在教会中 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 阿们 以福所书第四章 我为主被求得劝你们 既然蒙照 行事为人就当与蒙照的恩相称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照 同有一个指望 一主 一信 一喜 一神 就是众人的父 超乎众人之上 惯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 我们个人蒙恩 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 所以经上说 他升上高天的时候 掳掠了仇敌 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既说 既说升上 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 那降下的 就是远生诸天之上 要充满万有的 他所赐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只等到我们众人 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 飘来飘去 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是长进 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 拜劫各按各职 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所以我说 且在主里确实地说 你们行事 不要再向外邦人 存虚妄的心行事 他们心地昏昧 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 都因自己无知 心理刚硬 良心既然丧尽 就放纵私欲 贪行种种的污秽 你们学了基督 却不是这样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渐渐渐变坏的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 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人意和圣洁 所以你们要弃绝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 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 等候得熟的日子来到 一切苦毒 恼恨 愤怒 攘闹 毁谤 并一切的恶毒 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并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 饶恕了你们一样 诗篇 第十一篇 大卫的诗 焦宇灵长 我是投靠耶和华 你们怎么对我说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 看哪 恶人弯弓 把剑搭在弦上 要在暗中摄纳心里正直的人 根基若悔怪 艺人还能做什么呢 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 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 他的慧眼 查看世人 耶和华誓言义人 唯有恶人 和喜爱强暴的人 他心里恨不 他要向恶人 密不忘罗 有烈火 硫磺 热风 做他们 背中的份 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 他喜爱公义 正直人 必得见他的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作词 李宗盛